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2023年1月29日 欢迎大家收看沙巴荆州晨间新闻 先来关注今天头条 8名隶属沙巴东部安全指挥区警察 当中4人是高级警官日前遭警方逮捕 协助调查豆湖一宗谋杀案 沙巴警察总监拿都伊德里斯 阿都拉发表简短文告证实 8人被扣留7天协助调查 警方于今年1月16日在斗湖 一座树丛发现一具尸体 因此先后逮捕8名同僚协助调查 他说警方也成立一支有5级阿曼警察 总部组成的特别调查队伍调查此案 伊德里斯指出警队无法提供更多资料 因为案件还在调查中担心会影响调查工作 一旦完成调查 警方会召开新闻发布会 另一则新闻 沙巴水灾灾情区好转 早前被疏散到临时疏散中心的灾民 已获准返回家园 截至28日下午4时 仍滞留在临时疏散中心的灾民人数 只有2639人 周五接近午夜 在疏散中心的灾离人数为10,326人 随周六天气转好 多个地区水位消退 灾离纷纷回家 另外首相署部长沙沙及特别事务 阿米战阿米战指出 戈达马鲁都是沙巴州内水灾最严重的地区 截至27日已有7358名来自2553个家庭 的灾民被疏散至县内12个疏散中心 他表示 政府原则上已同意在国内多个水灾 一发及高风险地区 新建永久性的疏散中心 作为解决临时疏散中心设备不足的长期方案 他指出 现有的临时疏散中心 多是征用民众会堂或学校校舍 在应用及设备方面 均面对一定的挑战及不足 他说民众会堂冲坐的疏散中心 一般会面对厕所及洗澡间不足问题 校舍虽没有类似问题 但若长期征用会影响学生们的正常学习 他说 政府原则上同意兴建永久性的疏散中心 先已在讨论细节 另一则新闻 一名渔夫在突如其来的洪灾中 连人带船被洪水冲出大海 翻船后有永之一个岛礁保命 在岛礁上受困三天两夜才获救 该名大难不死的男子是52岁的在康马尊班 居住在甘榜站布丹拉雅拉雅 他是于25日清晨遭遇事故 过后于27日早上被经过岛礁的民众发现 并于下午获警方救援 沙巴青州为您报道 谷川雅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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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 Rum 探索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